宜蘭6號晚間發生驚悚掘人事件 一名無心男子因為金錢糾紛 喬不攏 被債主爐走 搶壓上車 帶到山上 被害人趁車子加油的時候 打開車門大喊求救 嚇壞了加油站的員工 趕緊報警 還好30分鐘之後 警方就在山上的鐵皮屋 找到人 一雙手 死命抓住車門車窗 朝加油站員工瘋狂大喊救命 員工嚇傻 混亂中駕駛油門一催 不管車門還開著逃離現場 求救生人不絕於耳 這一幕嚇壞加油站員工 然後就救命啊 救命啊 就沒加油 就開到前面那邊去 4 5分鐘之後開回來加油 6號晚上8點多 宜蘭某加油站員工募集驚悚路人事件 而被害人遭露前一小時 還在公廟造人猛打 會被掘權是因為金錢糾紛 被害人6號晚上被朋友 從台中載回宜蘭 債主借貨消息要對方 直接到土地公廟前談判 雙方一眼不合線下車毆打 最後乾脆掘人打算帶上山 被害人趁車子加油時 機警打開後車門求救 於30分鐘內火速找到犯案車輛 逮捕涉嫌的康信犯嫌等四人 警方30分鐘內火速逮人在鐵皮屋 救出被害男子 這下前沒逃到四名嫌犯 先以妨害自由傷害等罪嫌送辦 恐怕先背上兩條罪 只有張凱田一覽報導